中国的白酒江湖风起云涌 你争我夺从未停止过 江湖上有这种说法 一杯焚清酒半步华夏时 天下名酒皆信焚 今天就告诉你这种说法靠不靠谱 在中国历史上 焚酒是一个酒种流传于全国各地 甚至一度成为了白酒的代名词 6000多年前养勺文化时期 生活在山西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 运用粮食发酵来酿造酒的技术 裹挟着太行吕粮的沉稳温厚 黄河焚水的温婉林洞 醇厚清烈的山西酒 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即至北朝掌握了清酒工艺的焚清酒 成为了家酿穹浆 根据齐名要述和北齐书的记载可知 文清酒在1500年前已然受到了上之帝王贵宙 下至世锦百姓的青睐 山西酒固态发酵 大驱发酵的干货清酒工艺 以其不同于液态发酵的独特工艺 也被称作干货酒 作为唐代名酒被载入唐国石部 杜牧的那句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瑶纸杏花村 使得山西杏花村民满天下 妇如皆知 元代从欧洲引进的蒸馏技术 与山西传统酿酒工艺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白酒独有的固态发酵 固态制驱 固态蒸馏 陶潭注存工艺 成为中国白酒独立于世界烈酒工艺的根本特征 北齐书 齐名药术 全唐诗 唐国诗补 北山酒精 九明记 九谱 九小史 本草纲目 随缘石丹 静花园 四库全书 等等等等 这些历史文献中都留下了山西酒的名字 可谓一杯焚清酒 半步划下诗 自元代开始 山西的酒师不忘初心做出了很多创新 奠定了中国白酒的发展基础 元代以来 山西酿酒选择高粱作为主要原料 创新地钢发酵技术 在发酵前期限制酒胚升温过快 避免生酸幅度过大 产量过低 在发酵的后期 降低酒胚温度 延长织化阶段 利于香味物质的生成 至此 现代清香型白酒的祖行 于山西焚养发布 随着晋商的崛起 迅速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 在陕西 发酵容器由陶钢变为泥酵 发展出陕西凤香型白酒 明洪至年间研发改制 一部分山西的大研商迁至扬州 另一部分山西商人迁到四川 由此 清香型白酒的演技又分出两条路线 分别向两淮地区和四川发展 由于发酵方式和当地微生物菌群的不同 演化出两派浓香型白酒 一是以卢州老教武良叶建南春为代表 川派 另一个是以双沟洋河古锦为代表的江淮派 南风年间在贵州茅台镇做生意的山山商人 请来了山西酒食仿坟酒和西凤酒的生产方式 在当地酿酒 在其后的200多年里 又接受了南方小区酒的做法 同时在适应贵州当地环境气候及高粱生长规律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艺操作 酿出了酱香型白酒 至此 以清香浓香酱香为主的白酒技术股价就此形成 除开不用高粱而独立发展的米香型 中国白酒12香的另外8种香型 都是在各种交叉互补 所以说山西酒是现代中国白酒的开关 奠定了现代中国白酒发展基础 可谓天下名酒 接信分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年要喝掉300亿公斤白酒 14亿中国人平均每年每年消耗21公斤酒 1915年山西粉酒获得了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酒类最高奖 甲斗大奖 1949年开国宴上用的也是山西粉酒 粉酒深受群众的喜爱 每年中国人大概要喝掉5.88一瓶粉酒 山西的高粱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酒民的需求 甘肃 内蒙古 吉林 这些北纬36度到45度间黄金种植地带上的省份 也成为了粉酒的粮食产地 白酒江湖依旧暗流涌动 粉酒能贯穿整个中华白酒史就说明了它的江湖地位 山西的酿酒历史粘延悠长 底蕴深厚 山西的酿酒工艺顺天应时 调音合养 来山西可不要随便喝山西的酒 年方六千正青春 焚青远播天下明 趁君莫到此地来 杏花有酒能贯人 来山西看 墨来雷 米 小蜜 并 小蜜